3,2,1,走 正拍摄的时候,我儿子旺仔生病了 方医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临时找你 我都急死了,我在偏查,我今天完全脱不了身 然后他们刚才就说什么怀疑肺炎什么的 好吧,要是真的事的话,我就马上赶过来 好吧,好好,拜拜 身为妈妈,却不能马上赶到她的身边 如果我走了,偏长所有的人就要停工等待 心急如焚,又充满愧疚 我第一次在工作中,情绪崩塌 三,二,一,走 三,二,一,走 好的 我来啦 然后换个鞋是吗 对 对,对,对 OK 谢谢 可以了 小一点好像 嗯 因为儿子就是晚上特别痛苦 因为叫做生病嘛 嗯 她在最痛苦的时候我抱不住她呢 她就飞直着那个门 哩哩哩哩哩哩 就叫阿姨的名字 我觉得在她最痛苦最脆弱 最需要安全感的时候 我不是她要的那个人 阿姨是 那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花 花更多时间嘛 然后后来 我那个朋友跟我说 那就是选择 就是你话题里的选择 我觉得就是有的有事的 对 但是我觉得在成长的道路上 她不可能永远只满足吃饱喝 对 有人陪她睡觉和哄她 对 那我们可能能做的是 更多是给她的 就是精神的养分吧 对 其实三十岁之后 我的人生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因为的确是有一些新的身份 那现在不仅仅是我自己 也是为人七为人五 那有很多人会觉得说 你好像工作减少了 也不在全世界这么飞了 你是不是世界变小了 但我个人却觉得 如果一个人心里能容纳更多的人的话 你心里的世界那一定是变大了 作为一个女人而言 不管你是选择家庭也好 还是你选择事业也好 那都是一种选择 我个人觉得还是要尊重 每个人自己所选择的生活方式 最重要呢 就是你要清楚 这是不是你自己想要的生活 只要独立思想一直存在 它就是独立女性 所以生育之后 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其实对于我来说 我一直很希望在35岁之前 拥有自己的小孩 那这也是我自己对自己人生的规划 这也是我希望自己人生会有的样子 那怀孕和生产一定会对身体造成一些影响的 比如说生产之后身体就会比较虚弱 然后产后的激素水平异常 也会一定程度上的有一些抑郁症这样子 那我个人想给大家分享的经验 就是我个人觉得 在那一段女生特别脆弱的时候 家人的陪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